在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六周年之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号在北京举办国际研讨会 纪念919共同声明发表六周年 六方会谈成员国的官员以个人身份或作为观察员出席了研讨会 纪念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发表六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19号上午在北京召开 六方均有代表参加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会上致辞 呼吁各方积极采取行动 推动声明全面落实 共同声明是实现半岛无核化 促进有关国家关系正常化 和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的重要基础 中方希望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 切实采取积极步骤 推动声明尽快得到全面均衡落实 杨洁篪还表示 冷战思维已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 必须加以改变 冷战思维和严重的互信缺失 造成有关国家间 其未实现关系正常化 成为影响 朝鲜半岛和东北和平稳定于发展的智库 这一状况与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发展潮流格格不入 必须加以改变 有消息称 朝鲜双方代表团成员将在本周三进行接触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表示 支持双方接触并呼吁重启六方会谈 中方支持南北双方接触对话 希望有关对话取得积极的成功 追踪六方会谈进行的规矩 我们一直从包括朝鲜双方在内有关各方 保持着密切的多数公司的接触 共同推进六方会谈进行 随着近一段时间朝鲜双方显示出回暖迹象 外界认为六方会谈有望在年内重启 二亚卫视南斯孙哲北京报道